嘿,大家好,我是翼王,歡迎來到最新奇的開箱英文錄 今天我們來開箱上手的是一款可以自己DIY的 模組化的輕薄本,輕薄型筆記本電腦 對,沒錯,就是加拿大LTT投資的那個Framework公司推出的產品 它不光可以讓入戶升級記憶體和硬碟 它還可以更換鍵盤、屏幕的邊框 甚至可以讓你自己搭配IO接口,你要Type-C、HDMI都可以 看完了老來的視頻之後,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有意思 所以立馬去下單買了一台回來 但是因為這一個品牌的產品它沒有在中國上市 所以我這一台是從美國直游過來的 希望拆開之後它不是Made in華強北吧 OK,我們先把東西拆出來 看著產品來介紹我買的配置還有價格什麼的吧 這一面全部是運單信息什麼的,打碼太麻煩了 從底下開始拆吧 這個應該是發貨單吧 配置網卡、接口選擇什麼的 這個實際的包裝比我想像中的要小很多 這個是啥?配件嗎? 說起來這個產品放在這個外包裝裡面也沒有用泡沫填滿 這樣晃來晃去跨了半個地球 希望沒問題吧 應該是那幾個擴展接口 先看這本體吧 哦,Framework support 這是零件什麼圖案設計的 然後 還可以,挺小巧挺輕薄的 應該是沒有摔壞 放一邊,繼續看配件 原裝的螺絲刀 六角的 另外一面是十字,可以切換這個頭的 然後這邊應該是一個撬棒的作用 這個是貼紙 看起來也特別環保的貼紙 說明書 原來充電器和數據線不是標配的嗎 原來我沒選它就沒有的了 行吧 這也太環保了吧 好,然後這一小袋配件 這個信封的裡面夾成是有泡沫的 是厚的 幾個IO接口的一個替換 以及WiFi6無線網卡 我還以為它會幫我裝到機器裡面 然後居然是散裝發貨過來的 這幾個小玩意是幹嘛用的 等一下我們跟著本體一起來看 現在起碼可以確認到的就是 東西沒有摔壞,是完好的 哦,對,確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嗯,Made in Taiwan 還是出口轉內銷 跑了半個地球泡了一下海水回來 OK,把本體打開來看一下 蛤,紙都沒有了嗎 行吧 好,終於可以來仔細的看一下這台機器了 我們從A面看起 嗯,A面其實也沒啥好看的 鋁合金外殼,磨砂質感還可以 中間一個大大的品牌LOGO 也沒啥特別的 過來是屏幕所在的B面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它的屏幕不是我們常見的16比9 而是3比2 屏幕的分辨率是2256×1504 對角線的長度是13.5英寸 這種比例的屏幕在看網頁 看文檔辦公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但是看視頻的時候上下的黑邊就會多一點 不過它這個屏幕是光面的 反光有一點明顯 希望亮屏之後的表現會好上一些吧 屏幕邊框的左右兩邊非常的窄 上下也不算寬 屏占比還是非常高的 屏幕頂部正中間是一個1080P60幀的攝像頭 旁邊還有一個類似攝像頭的東西 我去官網查了一下 並沒有說這一台機器有紅外線人臉識別 所以這個東西它有可能是環境光管音器 頂上這裡還有兩個開關 分別是控制麥克風和攝像頭的 不清楚它是軟開關還是完全把線路斷開 至少攝像頭並沒有物理的遮擋 當然這台機器的B面最少的地方是 它這個邊框是磁吸式的 可以摳下來更換成你喜歡的顏色 官網有灰色和橙色的這個邊框麥 可以滿足你的個性搭配需求 只不過這個邊框一個要49美刀 我個人暫時還是個性不起 過來是C面 基本上就是現在輕薄本的一個標準配置 右上角是一個帶指紋識別的電源開關鍵 觸摸板面積還可以 表面非常的光滑 按鍵也挺清脆的,整體手感不錯 按鍵聲音偏悶,手感稍微有點肉 不是清脆型的 好再來確認感、回彈、穩定性等都還可以 這個鍵盤我覺得OK 並不會讓人覺得廉價 C面的強度比不上MacBook,但還算不錯 地面散熱器開孔,腳墊揚聲器都還挺正常的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裡缺了四個方塊 同時可以發現機器的側面總共只有一個3.5mm的耳機接口 對,沒錯,這台筆記本的IO接口 它是可以DIY定製的 前面開箱的這幾個小東西 就是插在這裡的IO擴展卡 我買了兩個Type-C接口 一個Type-A 一個DP視頻輸出 以及一個比較特別的 裝在IO位置的1TB固態硬盤 好,開始來看一下 我這包裝殼也是紙的 環保 Type-C 固態硬盤 Type-A接口應該是USB3.2 Gen2的 DP視頻輸出接口 其實可以看到這四個缺口的裡面中間都是Type-C接口 所以這個USB-C擴展卡 它其實就是Type-C轉Type-C 一條很短的延長線 但是這個Type-C擴展卡 公網上面說它是支持USB4 20V 5A 100W的充電 以及8K 60幀的視頻輸出 這個DP接口是1.4版本 也是可以輸出8K 60 而且四個接口一起 可以最大支持四個4K 60幀的顯示器 官方也沒有說明哪一種擴展卡 必須插在哪一個位置上 所以這台機器它有可能是搭載了四個雷電接口 這個擴展能力就非常的強了 等一下我們也會嘗試把雷電設備插上去 看能不能識別 所以我們先把接口裝上去吧 推 OK,還挺緊的 按下這個彈出鍵 這也緊過頭了吧 完全不用擔心接口會鬆 因為要非常大力才摳得出來 我裝了兩個Type-C 一個Type-A以及一個1TB的SSD 這個固態的速度是1000,讀1000寫 作為倉庫盤完全夠用了 因為我沒有選配內存和主硬盤 所以現在是開不了機的 還要拆開自己加裝一下 這幾個東西在官網的價格不算很好 拆解應該是挺簡單的 擰開五個螺絲 哦,是防掉的 然後反過來 鍵盤這一面應該就能打開了 好 然後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神奇的設計 它這個鍵盤的排線 還是帶提手的 非常的貼心 打開之後的第一印象 是它內部的設計非常的規整 看上去還是挺漂亮的 然後再仔細看一下 就能發現它跟傳統比記本廠商在思路上都不同了 它不光不防止你拆開 還在每個地方準備好了對應的更換教程 方便你自己DIY和升級 最少的是它官網上面是有這些零部件賣的 它還出了非常詳細的圖文教程 教你怎麼樣更換 在過保之後你可以自己買零件來維修 額外的螺絲也給你配好了 怕你拆裝的時候搞不見 包括這一塊主板 官網也是有賣的 愛護處理器的主板是2000多塊錢 光這麼一聽好像也沒啥 但是再仔細想一下 只要它們保持螺絲和接口位置的這個規範 過了幾年之後 英特爾出了14、15代酷睿之後 你只需要花2000塊錢換一塊主板 你就擁有最新配置的筆記本電腦了 不需要整台電腦重新買 看到這裡我開始有一點理解 為什麼老來願意投資他們公司了 雖然他們官網上面賣的零配件價格不太好 但是考慮到歐美維修時的人工成本 這個思路其實還是可以的 接下來看一看裡面的零部件 電池55W還行 只有兩邊是這個揚聲器 散熱器是雙熱管 壓一個低壓板的i5應該問題不大吧 MVMe插槽的位置支持PCIe 4.0固態 但是我好像沒有看到額外的散熱措施 裝個9A1上去試一下看會不會過熱吧 另外官網上面的教程特別說明了 除非你要更換主板、電池或者是喇叭 不然這個插頭我最好不要拔 然後這個地方是無線網卡的安裝位置 天線的插頭還用這個塑料管給套好了 我買的無線網卡是不帶V Pro功能的AX210 是支持最新的WiFi 6E的 之所以直接在Framework的官網買 是因為我發現他們的價錢比淘寶上的還要便宜十幾塊錢 就是我沒想到它居然不把我裝好 他們還專門做了一個小鐵片把WiFi天線的接口壓住 還挺細緻的 最後再插上兩根從隔壁S Plus那裡買的 三星原廠的筆記本內存條 這個硬件的加裝就OK了 是3200頻率8G×2的 再把這個鍵盤裝回去就收工了 輕鬆又愉快 這個鍵盤這一邊的做工感覺也挺不錯的 我突然發現它這個邊框 居然也是靠磁鐵固定的 比塑料卡扣那真的是強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輕輕的放上去 擰上螺絲 完工 這個DIR過程真的是簡單又舒服 完成品比Mable Air要窄一點 然後要高一些畢竟是3比2的屏幕 厚度大概比Mable Air多出一半這樣子 但依然還算挺薄的 重量 1.3公斤 整體便捷性在可以接收的範圍內 細節做工嘛 在6000塊錢左右的Windows筆記本之中還算可以 特別是考慮到它拆裝的便捷性 CD面的接縫有一點點 但是考慮到裡面是磁吸的 我覺得非常OK了 還有擴展卡的縫隙會比較大一點 但畢竟是可以替換的 而且卡的非常的緊 對使用應該影響不大 就是可能定期要拆開來清一下灰這樣 OK那麼準備來開機看一下 充電器我隨便拿了一個手機的65W 根據機身上面的說明 只要能支持20V3A60W就可以了 插電 開機 哦亮亮亮亮 嚇得我 終於有顯示了還以為壞了呢 這個BIOS的介面非常的樸實無華 但是居然支持中文 那就先裝系統吧 OK現在這台電腦已經裝上最新版的Windows11了 曾經我不捨得理解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從XP升級到Windows7 直到我用了Windows11 它把你用習慣的菜單基本上全改了 然後改完之後呢 又不見得說就特別好用 特別是微軟把拖拽到任務欄這一個簡單好用直觀的功能給搬掉了 我完全無法理解 現在你想添加一個常用的軟件 非得雙機打開 然後右鍵固定到任務欄 然後也不能把文件拖到軟件上直接打開了 對於做設計和辦公的用戶來說 簡直就是災難 倒是我自己在Win10下用VS2019開發的電子負載控制器 工作挺正常的 老的設備驅動什麼的都沒有出問題 然後這四個Type-C接口我們確認過了 它確實都是雷電接口 而且這些全部都是最新的雷電4接口 這台機器有兩個雷電的控制器 每個控制器上面出來兩個端口 Type-C接口移到右邊之後也是可以充電的 等於說機器的左右兩邊都準備了供電芯片 真的就是完全模組化隨便你怎麼插 接下來是SSD的測試 主硬盤的讀取速度可以去到6500 性能基本上是完整的 我們也跑了64GB的測試 固態硬盤最高溫度是72度 也沒有出現掉速的情況 這麼看的話不加裝散熱片也是能用的 插在IO擴展位置上面的這一個固態硬盤 IO只有1.05,這個表現就非常的強了 進行一些專業的照片後期調色等工作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還是不太喜歡它的這個鏡面屏 它的防眩光塗層做的不是特別好 深色模式下這個反光還是挺嚴重的 接下來看一下機器的下半身 這個鍵盤呢 它其實是有燈的,而且是4級可調 但是亮度不太行 要環境無其麻黑的時候才看得到 觸摸板的手感真的挺不錯的 響應非常靈敏 在Windows筆記本中算是第一第二題對了吧 嗯,沒有觸摸屏 頂上這兩個我們查了官網確認是硬件開關 但是我拆開來看了也沒搞明白它是怎麼工作的 旁邊這一個確認是環境光感應器了 沒有紅外識別非常的可惜 好,外設看完了,接下來看一下它的性能表現 這台機器我選擇的CPU是最基礎的配置1135G7 這個CPU其實出來的也挺久了 所以主要看的還是這台筆記本的性能釋放 過來是顯卡這邊,80EU的XE核顯性能確實是挺強的 比之前測試過的Iris Plus 655強出了一截 而且理論跑分的成績基本上都比GT1030的翻倍還要再多 當然畢竟是輕薄本,總的功耗是有上限的 CPU要和顯卡share 所以實際玩遊戲的時候性能差距並沒有這麼大 直接用這一塊2K分辨率的內屏玩路阿路大亂鬥 開高畫質的話 幀數平均在100左右 打團會掉到80多 你降到中畫質的話幀數提升也不多 可以看到顯卡也沒有吃滿,應該是受到了CPU彈合性能的限制 最後是烤機測試 我們發現1135G7它在單烤FPU的時候 溫度是最高的 拉上顯卡一起的雙烤都沒有這麼熱 這個時候我才想起 這一顆11代的低壓筆記本I5處理器 它是有AVX512指令級的 經過20多分鐘的烤機 CPU溫度穩定在8、90度 功耗是滿的28瓦 中間發生過短短的兩次降頻 但整體來說算是壓住了 就是風扇的噪音有點大 靠近了有50分費左右 好在平常辦公看看文檔 看看網頁還是非常安靜的 滿下烤機時溫度最高的地方是在散熱器出風處的轉軸位置 到了50多度,好在一般不太容易摸到 C面最熱的則是在CPU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鍵盤的正中間 差不多有45度 好在WASD位置還是比較涼快的 玩遊戲的體驗應該還行 OK那麼來到總結時間了 這台機器如果你選擇最基本的i5配置 4個Type-C接口 然後內存的SSD自己購買安裝的話 整體下來總價應該是在6000塊左右 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的 畢竟它的設計做工還有外設的配置都是挺不錯的 還是4個雷電接口 而且它還是整台機器都支持用戶自己進行DIY訂製和升級 當然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太好買 它沒有在中國上市 我在美國官網直接下單然後轉運回來 運費加稅收了我1200多塊錢 而且因為美國對計算機產品的出口正式的調整 如果你用順風轉運的話 你還要自己去折騰出口的申報 非常的難搞 我是了幾家轉運公司 最後是用了轉運四方才比較方便的搞回來 轉運四方廣告費結一下謝謝 更麻煩的是這台機器基本上就是相當於沒有保修了 出問題你還要想辦法發去美國 說好了再想辦法搞回來 所以對於普通的用戶來說 除非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它的設計 不然我還是不太推薦的 還是等到它的品牌正式登陸吧 當然在現在這個各家的輕薄本都逐步蘋果化的時代 還有廠家能搞出這麼一款產品 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我們也非常期待他們後續能推出 模組化的遊戲本等更多的產品線 以及登陸更多的國家和地區 好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希望大家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翼王 下次再見拜拜